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Vizu 我是iPhone 8 Plus的消费者 沐晨 今天是9月12号 一大早我就打车去太古里的苹果店 iPhone 8首发的今天 直营店 门可罗雀 在付了6688之后 我拿到了这台线下 已经跌破官方发行价的 iPhone 8 Plus 64G金色 所爱真切 必先按其缺陷 我们就先从缺点开始说起吧 第一大潮点是iPhone 8 Plus 包括iPhone 8无论是宽度 高度和厚度 都增加了0.2毫米 重量上 8和8 Plus分别增加了10克和14克 在这个手机都轻量化 屏占比扩张的趋势下 iPhone 8的反其道而行 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即便是与小米MIX2放在一起 iPhone 8的体积 屏占比 重量 都像是上个时代的产物 毫不客气的说 产品形态上 iPhone 8是极其让人失望的 有人说应该叫iPhone 7S 我觉得还是叫iPhone 6SSS 比较合适 好处就是iPhone 7和Plus的手机壳 可以完美的适配iPhone 8和8Plus 配件厂商们省了很多事 像钢化膜啊这些都可以完美的适配 第二个的槽点是 这一大的iPhone 8虽然支持快充 也就是宣称半小时能充满50%的电 好吧 其实和现在安卓主牛18瓦时充电相比 半小时充满6-70的充电效率 还是有差距 但随机附送的还是5瓦的小头 真的是太错了 要想达到发布会上说的快充效果 你得花四五百块买MacBook 29瓦的充电器 加转到Lightning的线才可以 所以说虽然支持无线充电 但官方的AirPower要2018年才发售 目前的QI无线充电都不够实用 一是充电速度慢 只有5瓦最多7.5瓦的效率 而是很难一边双手打游戏 一边或者高笑聊天 敢问手机硬件支持无线充电的朋友 你们什么时候会用无线充电 又用过几回无线充电了 第三个潮点是iPhone8的电池容量 不深反降 从上一代的1960毫安和2910毫安 下降到了1821毫安和2675毫安 苹果称A11的优化可以让iPhone8和8Plus 达到上一代相同的续航水准 近两天我用8Plus的感受和7Plus差不多 但这电量我敢打包票还是不太够用 Plus可能还凑合 但小8做阻尼机的朋友 还是备个充电包随时打掉针吧 说完了潮点 我们来讲讲iPhone8有哪些升级和看点 首先iPhone8抛弃了沿用三年的金属机身 改用了玻璃面板加7000系列铝合金中框的设计 双面玻璃设计既是对iPhone4S的回归 也是升华 这种金色像是原来的土豪金加玫瑰金的中间状态 观感圆润温雅 让人诟病的白带也没有了 刷新了我们的视觉体验 让整机的机身质感和光泽更上了一个层次 当然问题也随之而来 因为摔碎Borni的机率是上一代的200%了 几个月工资攒一个iPhone8一旦摔碎 那该多盛腾啊 所以我们推出了质感阳刚的战术级防摔手机套 无死角保护 极大的减小了水平风险 当你在外奔波或者野外活动时 也能给你的iPhone8最大程度的保护 只要38淘宝搜索19391688 此外 iPhone8的屏幕采用了与iPad Pro相同的TreeTone原材显示技术 可以根据周围的环境变化来调节屏幕收温 还支持播放Dolby Vision的HD20 当然最大的看点是苹果毫无人性的A11 Bionic仿生处理器 Geekbench单线程4200多线程10200的跑分 比不少超级本还要高 两个高性能大盒加4个高效能小盒的架构 比上一代A10提升明显 更是把骁龙835啊 70960啊 联发科X30远远的甩到屁股后面 而且即便是下一代的骁龙84570970 相信也追赶不上 性能上的提升还带来了指纹识别速度的加快 但也只是勉强追凭安卓旗舰的解锁速度 当然最最关键的是iPhone 8对AR的加持 如果说iPhone X的革命性进步是Face ID 那iPhone 8 Plus就是AR了 虽然目前官方App Store还没有好的应用 但发布会上说的这么庆史AR 我在直音店体验到了开发版 AR为游戏教育建装等行业应用 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 也只有苹果有这样的生态能力 AR的是一周报 有机会细说 iPhone 8的相机还做了惯性的升级 采用了更大尺寸的CMOS 配合A11处理器 能够拍摄60帧每秒的4K视频 和240帧每秒的1080p视频 而且iPhone 8还支持多种人像光效 可玩性还不错 尤其是舞台光效拍个头像挺潮的 但当人物背景光线环境复杂的时候 效果就惨不忍睹了 得益于更大尺寸的CMOS 夜景的亮度和细节表现都有不错的提升 照片水准进一步增强 三星在成像的曝光 尤其是录制视频上和iPhone 依然有着不小的差距 所以说在我的心目中 无论别人怎么收钱去夸三星 或者说是三星的拍照 在很多场景上确实比较惊艳 但是综合来看 iPhone 8依然是手机界相机的最高标杆 总结一下 iPhone 8是iPhone 7的常规升级版 除了AR并无新意 充电和续航依然是iPhone 8的痛点 这样的产品形态 其实不配叫iPhone 8 叫iPhone 7s还勉强合适 而在购买建议上 我这两天用下来的用户体验 和之前的7plus 根本没多大改变 所以说除非你是发烧友 不然我觉得6s还可以继续战斗 而对于觉得iPhone 10很贵 又想换机的 金色很儒雅 可以一试 银色和黑色的玻璃质感也很不错 个人喜好咯 买的话当然是建议你买美版日版 其次是港版的了 剩下的钱你可以买很多自己喜欢的东西 管中亏报的从房价的剥削机制看 他们根本不爱我们 我们这些平头小百姓 又何必多花2000块钱给他们交税了 当然不差钱的 还是期待我们iPhone X的首发评测吧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最后如果你需要iPhone正频耳机 数据线充电头的话 欢迎淘宝搜索1939-1688 1939-1688去选购 大家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好了 以上就是这次iPhone 8 Plus的详细评测 我们小米MIX2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